各位好 在我身边的这台就是即将在今年3月份正式上市的小鹏汽车新款P7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都有哪些优化和升级 首先从外观的视角来看 它的整体造型是没有变化的 还是延续了P7作为一台纯电动轿跑车该有的运动姿态 不过这一次它是新增了星际绿的外观颜色 还有气与灰的内饰配侧 而在外观的细节部分 这次是提供了新款全新样式的19英寸的轮圈 搭配的米其林PS轮胎 还有Brambo的刹车卡钳 都是它性能取向的硬件基础 而在外观的部分 我们也能够看到无矿电锡门 还有电动尾门 对于高级感 仪式感 还有便利性 也都是有效的补充 当然 最值得介绍的还是集成在头灯组部分的激光雷达 这个是考点 去年没考 今年肯定考 那以往我对于激光雷达的认知是 它摆放的位置更高才能够看得更远 而小鹏P7 它的车身高度本身就要比G9更低矮一些 所以摆放在这个位置 我本能的就会有点担心它的有效探测距离 那关于这个问题 厂家的回答是 他们本身更希望这两颗激光雷达能够有效弥补车头盲区部分的物体探测 而它向前的有效探测距离可能也就是80到100米 但是这两颗加起来 它的横向覆盖面积能够达到180度 而这两颗激光雷达它的作用以及效果 其实也要看它和摄像头还有整台车的雷达系统的融合 但是厂家没有向我解答的是 如果车头这个部分发生了碰撞 单个激光雷达模块 它的维修成本会是多少 好了 接下来咱们去车内看一看 那在车内的部分 我们肉眼可见的变化是 它的方向盘 还有前排中央通道这个区域 都是和小鹏G9同款的样式和设计 另外也增加了车载的智能相分 那么在看不见的地方 首先车机系统方面 因为升级到了8155的车轨机芯片 所以它的功能响应 还有功能的丰富程度 都有了相应的提升 同时车内四个区域都支持语音识别的操作 另外现在在网络条件不太良好的情况下 它也应该能够实现导航和语音识别的功能操作 同时整个车内的音响系统 也是升级到7.1.4的全景声 那接下来在车辆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方面 至少对于这台搭载了激光雷达的车型 它应该是拥有两块欧润X的芯片的支持 总算力是能够达到508Tops 所以现在新款的小鹏P7 也是能够支持小鹏汽车第二代XNGP平台的相关功能 比如说高速和城市路况的NGP 还有增强型的车道居住保持 还有自主决策变道的能力 那这些都是它提升自身产品竞争力的核心 也是之后我们在抢先试驾的节目里 将会去重点体验的项目 至于车内的乘坐空间 新款小鹏P7确实是没有变化的 虽然这台车拥有着接近三米的轴距 但即便对于我1米71的身材来说 它的后排乘坐空间表现也算不上宽敞 不过这一次他们是升级了座椅的内部填充 他们采用的填充材质更加的柔软 所以乘坐的舒适性感受相比于老款略有提升 那在动力系统这个部分 新款小鹏P7的两驱版本车型 它的电机功率是提升到203千瓦 峰值扭矩440牛米 而四驱版本的车型 它的前桥电机更换成了感应异步电机 同时整套系统双电机的总功率348千瓦 峰值扭矩757牛米 所以对于四驱版本车型来说 它的零百加速时间已经进入到4秒以内 3.9秒破百 同时它的最高车速可以达到200公里每小时 而新款小鹏P7 它的电池组容量相比于老款 应该是增加了5度电 同时对于性能更强劲的四驱版本车型来说 它的CLTC工况下综合续航里程 也能够保持在610公里 那么关于新款小鹏P7的动态试驾感受 我们预计将会在近期的抢先试驾节目当中 跟您细聊 那至于大家更为关心的价格 虽然现在我还没有拿到具体的数字 但是在当前的市场竞争环境下 厂家表示完全不需要担心 会有惊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